大家好,我是小月妈妈 今天准备给阳台来个大清理 可惜天空不住美,看着又要下雨了 只能稍微清理一下 之前这一排种的都是丝瓜,豆角,护瓜 现在这些都不接了 我还想着种一点丝瓜 你们说什么品种的丝瓜 一个月能接 我之前种的都要两三个月才能接瓜 随便捡捡就清理出一大堆叶子 这排之前种的是辣椒 后来种了几颗香瓜西瓜进去 香瓜和西瓜之前也是有接过的 都没有长起来 不是被老鼠吃了就被蒸风削了 这个苗也不想留着 把它拔了算了 这个菜吃之前也是买了些树枝树叶 过一段时间这个泥土就会下沉一些 这段时间都有雨也晒不了土 我现在就是把这个土清理出来 再把刚刚修剪出来的叶子买到下面进行发酵 这个天气看着马上又要下雨了 时间要抓紧一点 这是刚刚拔出来的玉米杆 还有香瓜和西瓜的叶子 全部放到坑里去 叶子放下去之后再加一些这个堆肥精进行发酵 新鲜的叶子发酵还是很快的 过个十天左右上面就可以种些小青菜之类的 我这个菜类还是比较深有四十厘米高 我这个菜类还是比较深有四十厘米高 可以多放一点菜叶子 一层泥土 一层叶子 再一层泥土 这样往上堆就刚刚好 新鲜叶子分进很快 过个个把叶就可以成腐叶土 哇这么一会手就脱皮了 这是三四月份买的树枝和叶子 现在还剩一点树枝 每年的话基本要买两到三次叶子 这个土是要慢慢改良的 这个方法用了近两年 土也是慢慢变得越来越疏松 之前全部是板结的 如果今天不下雨的话 我都打算把这些土晒一晒 我还买了几袋松针回来 打算再拌一点松针上去 再加一点积分一起拌 只可惜现在都下着小雨 也不好弄 到时候播种的时候 在家里松针和积分上去 弄完这些也不容易 花了一个多小时 手也挖脱皮了 要发酵的快点 上面最好盖着布 我这个之前是住过来的 后面就被我拿到外面来盖着防雨 今天就先这样 待会还要把阳台打扫一下 下一天太不方便 阳台弄得特别脏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